雪刀 雪刀 四个药魂宝珠和两块药魂铁钉 下界之星 还有一块钻石块 哦 钻石块仓库里还有 下界之星也没问题 就是药魂铁钉和宝珠不知道够不够 诶 巧了 刚刚好 那就烧着吧 烧着三个药魂宝珠之后 我的雪刀就能出来了 趁着这个时间呢 把背包里面的东西给整理一下 薛姨 薛姨你人呢 在在在 你看背后呀 好嘞 正好这段时间闲着 我给你一个好玩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啊 吸铁石吗 再突然缩手 看 地底下的铁矿就被吸出来了 这么离谱吗 被吸上来的铁矿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稿子开始挖了 这可都是货真价实的铁矿 这样啊 薛姨学会了 就你最激励 哎呦 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雪刀啊 雪刀 你可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心血吗 哎 什么鬼 雪刀呢 我的合成功识没问题啊 什么情况 难道说用来合成的药魂宝珠 不能带有其他的属性 这颗金鸡属性的药魂宝珠是内鬼 哥 你怎么了 啊 我遇到了一点棘手的事情 你身上有药魂碎片吗 我看看啊 有啊 哥 你要的话来我这里拿就行了 没事 我看看草库里面有病 不知道这些效果不同的药魂碎片 能不能和铁定合成药魂宝珠哎 哎 好吧 果然不行 哎呦 这就让人头痛了呀 哥 跟你说了我有 真有 就是我现在手里拿着的这种材料 拿去 哎 干得漂亮啊 薛姨 可惜算上你这个 我还差两个药魂碎片 哎 没办法 只能老老实实地拿着拔刀剑去打怪了 我记得药魂碎片是拔刀剑断裂之后掉落的材料 只要我把这把木给用断掉 药魂碎片应该就足够了 血刀就在眼前 冲 nice 终于拿到了最后两个药魂碎片了 可今天晚上怎么回事啊 怪物的数量好像比云长得多啊 知道我的血刀降世了 赶紧来阻止我吗 哼 已经晚了 啊 这就是力量嘛 保住一击 血刀降世 我的天哪 这一颗终于要来了嘛 哎呀 要是小叶在边上见证就好了 哎 怎么还是不行 顺序放反了吗 笨蛋 刀的那酒没有满 哦哦哦哦哦 打扰了打扰了 出来吧 血刀四肢 哦哦哦 真的真的 真是真的 哥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呀 没事吧 你老跟我终于把这把血刀给断造出来了 真的 这真的 真的太感人了 来了来了 给你们绣一个SA技能拨刀龙胆 这剑气 帅猫了有没有 哥 我 这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苦 苦力怕 不是吧 我的猫死是在闪售门呀 着了哦 在闪售门呀